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网路上面 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会在公式新闻一地中心的网站会播出 之后会在公共的网站 我们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 那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一个关注社会运动的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带大家了解 整个社会运动背后的意义 跟它的政治经济的问题 那我们在前面几集 其实都不断的在跟大家谈 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就是高雄怎么了 高雄到底怎么了 我们知道高雄其实在长期来 是一个工业为主的城市 可是在这个城市底下的居民 其实一直觉得我们是一个次等的公民 那我们其实在很多政府的政策 都是重北侵南 那慢慢的最近这几年 我们看到高雄 不管是在城市的发展上面 不管是景观 或是整个的城市自己上面 似乎都有越来越棒的这样一个趋势 可是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高雄最近这几年 有非常多的大型的拆迁案 大型的社会争议也产生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邀请在高雄 长期关注在地的文化历史的文史工作者谢一铃 来跟大家谈一下高雄 怎么从一个文化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一铃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知道高雄其实一直在台湾长期的定位 被认为是一个工业发展的一个城市 可不可以请你可以跟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跟我们谈 这工业的发展城市在当时在日治时代 是怎么开始去做定位的 其实高雄就是在日本之后呢 因为他们要经营那个大东亚共同圈这个院井 然后他发现台湾的这个地理位置 是一个很好的战略位置 包括他的物财 可以提供他们包括军需跟民生方面 然后尤其是他们第四任的总督 他那时候用了一个民政长官叫厚曾欣甫 他那时候来台湾走一圈之后 他发现高雄这个港口是一个很好的两港 就除了说你的货物进出以外 其实也是一个军事上很好的港口 所以他那时候我一下举几个建设 大家其实到现在都还看得到 比如说他就是把高雄港给 因为以前他运气很深 对 那你要大顿位的船要进出 他就是要把那个土方给挖深嘛 那所以他在挖深这个时候 他就把这些土方 他同时做了一个打口租港的计划 就是说除了这个港口建设以外 他也填足了几个台湖新生地 一个就是哈马兴 一个就是岩城 其实他总共有三起的计划 可是他到第三起还没有打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太平洋战争 所以因为到现在高雄所谓的哈马兴跟岩城 也是那时候成型的 然后他这个计划同时间还包括另外一个需求 就是因为铁道的延伸 因为以前铁路其实还没有到现在的港边 对 然后他因为包括他建设像乔子桶的汤槽 其实有那么高产量的汤 可是他运输其实是来不及出口 所以变成说他就把这港口沿到港边 提高那个运输的效率 那所以包括为了躺香蕉 所以他等于说这个铁道的MDD等等 他其实有整个民生跟军区的思考 然后还有包括另外像 现在的左营军 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建设的 然后他为了这个海军的基地 其实他用了一个海军地溜兰油厂 也就是现在中油的前身 然后所以你看他整个 其实现在高雄的现代化 几乎也是在那时候的工业化的角度之下 然后他这个工业化就为了 他要往南京到东南亚 做的一些前期的建设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高雄 其实在刚刚的描述当中 比较像是一个运输的一个城镇 那最主要是包括糖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物产 可以从高雄运出 那还包括整个军事上面的 一种非常重要的要塞 运输军事还有工业 比如说像现在的 最近不是高纽开了一个新的商场 叫台旅厂部 对 那主要台旅厂部 它就是以前日本三台湾军业的 你看做Alumi 因为以前的就是Alumi 是一个很重要的 像飞机或是很多用品的 一个材质这样的 不过其实不只是如此 我们知道在越战的时候 其实美军也是大量的到台湾的高雄 然后它实际上某种是一个休息站 在这个所谓的战时的地区 所以高雄的七旋路 其实当时是有非常大多的酒吧 那這也是另外一種很特殊的風情 對 因為那時候剛好就台灣 它那時候是接到1949年之後 因為本來是美國已經有點放棄國民黨 所以在國共內戰才會一直結結發結 可是後來發現說共產一直在滲透 所以他們發現說剛好台灣海峽是一個很重要的屏障 然後他們就決定一方面是剛好韓戰跟越戰也相繼開打 然後他們就是定在高雄港 當成是他們一個休息跟後勤補給的一個港口 所以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他們就是只要休息的時候他們就會船停在七弦路的外面 然後用小船接駁官士兵上來 就是來這邊做一些休閒娛樂 可是它也影響了高雄某個時期很重要的文化 因為那時候除了酒吧以外 其實美軍也帶了很多的船上的補給品下來 所以高雄也算是很早接觸到像西方奶油的這個地方 所以它其實我常講一個很有趣的就是說 那個像鹽層它以前最早是散鹽的嘛 對 所以你看我們從味覺來講它以前是鹹的 然後後來因為我剛剛講的那個糖的運出 它變成是甜的 然後再來其實時代進到我剛剛講的米軍那一塊 就快變成奶油味 所以從鹹味糖味到奶油味長 所以就是你看高雄很多的飲食物 都從那時候受到影響 其實包括很多的溝補胸 包括像舊的絕疆那個地方 其實你有看到非常早期就接觸到一些國外的商品 對 那這個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早期它是一個 特別是商業是一個繁農軍事的要塞 那當然有部分的工業 可是什麼時候我們的印象當中開始出現 以為高雄是一個重工業的重鎮呢 對 其實應該是說從日本時代它就是 可是當然它後來就是 因為國民黨他們發現說板工無光之後 他們開始也要建設台灣 所以它剛好其實延續了之前日本是在留下的 這些廠子跟工業基礎 它會繼續加強時代的建設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中鋼中鎮 都在高雄 可是你看像 還包括石化產業也是 它那個石化產業也不是說在時代建設的產業 其實你看我剛剛講海軍第六藍油場 它已經留下那些基礎 包括它裡面山裡面有一些戰備豬油草 其實那時候對我們有相當一些基礎 當然就是在石化建設之後 它就剛好把這些重工業的重新任務配給高雄 這也影響後續高雄的很多文化跟產業的發展 這樣的一個發展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至少在我自己小時候的一個印象 我自己在高雄長大 我住在前鎮 那前鎮其實就是一個工業區 那當然還有一個海港 可是我記得我讀的是藥群國小 在一星路跟凱旋路的交叉口那附近 我們學校對面就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廠 這也造成高雄人的居民 其實特別在某些特定的地區 長期就是在這種工廠跟這種住家混合的狀態底下 對 像剛剛主持人說 小時候住在前鎮 像我小時候是住在後鎮 所以我們就是很習慣 那問題可能比我們更嚴重 對 就是你看到那個火在點燈 那個臭味就出來 就是那個煉油場跟那個後來五青的味道 對 其實我們小時候也是 可是你很可怕說你聞久了就習慣了 所以你也不覺得臭 不會 我到現在都可以還非常清楚的記得小時候聞到那個味道 那個是一個非常不舒服 當然是前走 而這個前走其實 某種程度也反映出這個社會實在進步 特別是我們對所謂的居住環境 那長期在這種所謂的重工業的發展的重鎮底下 雖然在某個程度上面也的確提供了就業的機會 事實上我很多的親戚也都是在中油中鋼 這樣這種場區裡面工作 可是這個會造成什麼樣的一個高雄人的一種心態呢 特別是荷坑的都在台北 這個污染都在我們各有 會不會造成這種所謂的南北差距 或是不同程度是一種惡董公民的這種 心裡的一種傷害或是態度 其實產業它絕對會影響到我們很多文化成員 其實我講另外一個比較極端的就是說 其實像我們現在在經營書店 然後你會常常閱讀這件事 可是過去很有趣的說 譬如說像以前港口還很興盛的時候 其實光是開那個貨車、貨櫃車司機 現在薪水比當時的公務員還好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說這樣的心態 他其實他會覺得說你不需要讀太多宣言 其實現在來講就是做這些工作 譬如說開卡車、開貨車是比那個收入好 可是我是說他也會造就像這樣的文化出現 可是當然現在時代又不一樣 因為變成說公教人員的心血法要穩定 他也是會影響到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環境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我覺得說 因為過去大家很依賴這些工作的就業機會 那其實突然現在譬如大家想到城市要轉型 或者說我想要做另外新的產業出來 其實大家也不知道說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因為大家很依賴這些工作 然後他突然想說那如果不做這個 我們還能做一些什麼事情 因為以前有沒有一個準備或是一個環境說 我們接下來要往哪裡去 所以變成說好像一個很具有一個專業 我們不要事發 可是那我們要什麼呢 這是一個我覺得是現在剛好 是之前氣爆爆出來的 我覺得是一個大家需要面對的新問題 不過這樣的一方面雖然對工業的依賴 其實在心理上面也會做某種對工業的抗拒 甚至會希望高雄能夠是一個進步發展美麗的城市 實際上對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我去台北讀書之後 我每次回高雄 高雄都變得不一樣 就例如說馬路變寬了 我們家突然間被拆了 然後很多的這種新的建設 新的道路 整個城市是特別的美觀 我覺得特別是在謝長廷執政的時候 這種所謂的城市地景的變化 是特別的明顯嗎 對 大概就是在謝市 因為其實在比較之前 在政治的圖譜上 大部分都是公民黨的 而且過去比較老實說 剛高雄市長他有點像當跳板 他希望接下來就往前陣營 或是往前陣營去 所以大家思考的是自己的未來的生前 他比較沒有在建設高雄 他也是到謝長廷選上之後 他就是用了一個不一樣的角度 比如說讓大家市民有感的一些建設 所以他整治一些市容方面 就是他還蠻聰明 就是那是短期內 就可以看得到 上次的改變這樣 但是我覺得 當然他也有他的貢獻 因為這些東西 他也有點有外而內 讓大家去思考說 那我們的生活環境 可以怎麼樣的去經營這樣 不過這一種所謂的市容的整治 特別是短期的整治 是不是在當時也引發了一些 包括破千 或者是一些家園必須要被迫離開 等等 或是傳統的這種工業的聚落 他也因此 或是傳統行業也因此 必須要停止的情形呢 其實一定多多少少有 不過當時他做比較多 我覺得他還是有一些重點提取 比如說像愛河這些 所以可能有一些比較敏感的 他反而沒有去碰觸這樣 可是另外一個層面是 其實過去的媒體 也沒有像現在那麼的多元跟發達 像網路 因為臉書有很多自媒體 或是公民媒體這個部分 對 所以可能以前很多 還沒有經過討論 其實他可能都處理掉了 嗯 不過因為現在大家看到慢慢的 整個會更重視在整個拆遷 或者整個發展的這個民主程序 所以這樣的一種相對之下 抗爭也會比較多 不過我自己對高雄的城市發展 我有 我對嘉義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嘉義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蓋老房子 蓋假房子 拆老房子 就是把很多老的房子把它蓋掉 然後這個 這個新的房子 其實都是一種仿舊的 我在高雄會看到一個情形 我其實以前也寫過一篇文章 在談這件事 就是我看到勞工博物館 可是我其實看到很多勞工的 實際的現場是被拆掉 例如說早期非常重要跟奇晶 或者其他中洲渡海的三瓣船 或者是高雄工業發展 非常重要的舊五金街 甚至在傳統的在兵線的一些鐵路 都在這個過程當中慢慢地不見 我自己覺得這樣的一個發展 事實上是非常諷刺的 就是把勞動現場給博物館化 雖然我們看到博物 看到這種所謂的勞工的遺棄 可是在現實上面 有很多真正的勞工的 形態 生活它是不見的 沒錯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 這幾年有點諷刺 跟已經有點瘋狂的現場 就像剛股山講的 他變成說 他希望用很多這種 有點像是立碑式的去 去把這些貨物館建出來 可是反而真正 可以跟現場結合的 這些方面都不見的 所以大家比較在意 那個好像有形的建設 可是真正 無形的勞工的話 都一直在失業這樣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對於這些傳統的 產業的這些勞動者 他們的傷害會是什麼 例如說他們可能失業了 或者是他們生活型態是被迫改變 那他們在這過程當中 有什麼樣的反抗 有什麼樣的一種發聲的意見嗎 其實像藍營的勞工老師 他們通常遇到這種是 因為以前的 大家的民主的素養 還不是那麼的無極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工部門要對我做什麼 我一定輸 所以他們就是先 任由他們擺部這樣 所以比如說 像講到武經紀的例子 就是說好 那你要有簽 當然他那時候也有抗爭 可是因為市政府 他很多治理城市的手段 他們越來越進步 就是說 他那時候用了一個方式是 他分期去拆 所以分期拆跟一次拆的不一樣 就是說 因為你一次拆 譬如說你可能涉及到50家電 50個單位 那大家集結起來的力量很大 可是分期拆有點像是蠶食這樣 就一次10個 那你10個要 別人 沒有輪到他拆 他覺得沒事 可是10個 覺得好像組織 不知道什麼力量 可是一個一個拆完之後 拆到最後10個 他發現說 欸國經來不及擋了 可是譬如說 像以這個來講 他們 其實他們也沒辦法做什麼 所以他們當然 以他們的工作來講 他們只能 繼續找別的地方去 開他的店 當然這些店很多 譬如說移到大發去 移到城鎮 其實都還在 只是說 譬如說我們反過來講 以一個需求者的角度 像很多 譬如說他有在修船 或是修一些機械的 他以前去普京街一次 就是可以買拿所有的 現在可能要分散很多地方 對 所以其實像你說 這個是不是一種 老公化 我覺得也是 可是像他就已經散掉 然後變成說 你其實只有樣板 像剛剛老師講的 就是你只有在博物館裡面 在講這個事情 我覺得他是很 有點可笑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地方變美觀也美化了 從現在回想起來 你覺得需要猜嗎 還是有什麼樣可以 共同存在的一種方式 其實共存絕對是有方式 可是通常就是 其實我覺得 高雄現在台灣 最可惜的是說 其實我們好像 都喜歡製造一個 是非選擇 比如說二選一啦 可是其實在二選一的中間 也有很多的可能性 大家不會去提 因為去提的原因是說 施政者他覺得 中間會很麻煩 而且程序走很久 對 如果真正要走 因為民主他必然是要花時間的 對 跟現實說 四年內他可能還搞不定這件事情 對 然後講到既得利者 這個也 他也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其實 中間的可能性 大家都不去提 那我意思是說 我也不是說他 一定要全流 或是要怎麼樣 可是他一定有一些可能 譬如說他可能 是不是不猜部分 我說好 不猜的話 是不是可以經過什麼樣的營造方式 讓他的特色也感到 可是他其實具有某一種 也是有點光光線這樣 慢慢繼續做他們的生意 對 其實我們剛剛 依林有提到說 在早期的職政者 相對這樣是比較聰明的 他不會一次用大規模的破錢 再加上當時的媒體 並不是那麼的發達 或者所謂的公民的意識 不是那麼強 所以那個反抗之下 相對之下 比較少甚至是看不見的 因為在主流的景域 公共領域當中是看不到 不過最近這幾年 我們可以看到包括大溝鼎 包括果菜市場 包括中央公園 包括有很多 包括拉瓦克部落 非常多的這種傳統的聚落 它事實上有些部分 是工業的發展的結果 有時候是城市發展的結果 甚至有些是 城市發展的犧牲品 例如說拉瓦克部落的這些族人 恐怕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為什麼最近這幾年 這個抗爭會越來越強烈 那高雄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再回來討論這個話題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元載報新聞 9月14號 50米華航空服員集結桃園市政府門口 要求桃園市立刻備查團體協約 今年6月24號 華航空服員罷工後 勞資雙方達成7項協議 但是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將協商會議記錄依法送進桃園市勞工局備查 至今卻持無下文 不滿華航承諾的罷工訴求多項跳票 包括 淨搭便車條款破工 答應的烤機雙向互評制度未完備等 50名華航空服員要求勞工局 立即備查團體協約走完程序 他們表示 桃園市府如果沒有作為 工會將不息再戰 9月13號木蘭蒂颱風清台期間 青年勞動95聯盟前往台北搜狗百貨復興館抗議 除了要求政府立法 也呼籲各大百貨業者 只要地方政府公告 颱風天停止上班都不應該營業 去年蘇迪勒颱風清台期間 一名台北星光三月櫃姐下班後 被吹倒的路數砸中 爐內出血送進加護病房 95聯盟便協同各地銷售員展開長期問卷調查 其中有79%的專櫃人員在颱風天被要求出勤 今年尼泊特颱風也依然有74.5%的銷售員被迫上班 對於此次的抗議行動 搜狗管理方出面勸阻 但沒有直接回應相關訴求 高雄市政府8月31號通過 簽訂1-4道路管平案 由於這條路經過黑面疲路的過冬漆地 開發道路將破壞失地生態 引發各界關注 9月12號在地居民與環保團體到行政院前陳情 要求內政部依據國際標準 把簽訂師弟評定為國際級師弟 並落實師弟保育法 維持神台健全的零損失精神 禁止開發行為 他們也將針對環評決議提起訴願 希望能保存簽訂師弟 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長陳英榮 出面接受陳情書強調 大家的聲音我們都聽到了 將會把意見帶回給營建署及環保署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周翔 今天我們要延續在之前 曾經跟大家討論過的話題 高雄怎麼了 我們知道高雄是一個 不斷地強調是一個進步的城市 從過去的工業城市慢慢要轉型 成為一個商業的城市 這對很多高雄人來講 是一種非常期待的心理的狀態 但是其實在一個城市發展的過程當中 也會面臨到非常多的這種拆遷 或者是一種流離失所 或者是有很多在城市 特別是底層的人面臨到犧牲的問題 今天的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 從比較宏觀的角度 從高雄的發展的歷史 來談整個高雄怎麼了 這樣的一個話題 在節目上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高雄非常關心 也長期投入整個高雄的一些文史調查 跟在地社區工作的文史工作者 謝謝伊林 伊林你好 伊林你好 我們剛剛在前面有稍微談到 整個高雄的歷史的發展 也提到在這個工業發展過程當中 其實整個城市風貌的變化 但是雖然這個城市變美了 可是有時候越來越都市化的地方 那個離地性是越強的 雖然我們可能都居住在這個地方 我們知道包括伊林 或者有很多的朋友在高雄 也透過經營書店 或者不然一些公民行動活動的方式去做 所以特別是在過去的在哈馬興社區 或者是在你們談到的 你們在意著所謂的搭構在新聞紙會社的 這樣一種所謂的行動跟工作 可以談談你們在當時 為什麼要去做這種比較所謂在地的導覽 或是在地文化復興的這樣的一些工作嗎 對 因為會社一開始成立 還是因為也是因為 剛剛是政府他們要拆那個新兵接國 對 可是其實在那個之前 就像剛剛主持人提到 因為高雄過去有很多抗爭 比如說包括哈馬興鐵道也要拆 包括內圍那邊的禮災 其實很多的事件 然後一直到那時候 剛好我們居民 那時候在地的居民 他們其實大家很齊心想要保留的地方 而且他們也不願意走 或是接受別的方式這樣 然後剛好那時候也很多的 是關心的社會人士 大家集結之後 然後也是這個緣分 大家就說 那過去每次一個事件 成立一個人治救會 或是聯盟 可是之後大家就 就有點散掉 那不如就趁那個時候 就成立一個社長法人 就是一直可以 幫高雄做這些 譬如說跟文史 或是社區相關的事情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其實也是因為 那個事情的發生 跟士林王家很近 所以那時候其實開始 台灣媒體有時候 會剛好兩邊 做對照 可是我們也很清楚 就是說 等到那個風頭一過 大家就忘記那個地方 所以後續就是 變成說 你怎麼走下去很重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是 包括自己培訓 然後也培訓居民 就是說至少外地的人 來 我們可以導覽這個 社區這樣 就是讓他們 講他們自己的故事 雖然他們不是專業的 導覽人員 可是我覺得這個 後來也有些效益 就是說 因為對於非 那個要被拆掉 接破的哈馬興居民 他本來是對於 這個接破 要不要拆遷的事情 是比較關鍵 因為其實老實說 也不管他們 可是 哈馬興那時候 面臨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以前的中國觀光客 整個遊覽車 因為他是一個單行道 對 進去到西子館之後 他去那個達國理事館 上去 大概尿一尿下來 又離開這個社區 可是因為 他的交通會影響到 當地的居民 而且那邊的路 其實是比較狹小的 狹小 而且它是有火帶型 就是你這個單項能走 可是那邊的居民 他當然他有怒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去發生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他就算有這個怒態 不知道怎麼去改變 那可是另外一個對照組 當我們這樣去導覽 走那些小巷那的時候 有一些桌 賣甘蔗汁 賣飲料的 賣麵的 他發現說原來 其實整車的觀光客 不會停留在當地 可是當你是用這種 徒步搖覽的方式 大家會去消費 對 我們先不要說 那個生意到底幫助不好 可是至少他感受到說 喔 原來這樣的旅遊方式 是有幫助 所以他回過頭來 也會對於這個接口 會有另外的感情 就是說 那你既然要讓人家步行 不要快速的通過的話 一定要有東西讓人家看 對 那就是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他們才意識到說 原來這樣的東西 其實現在的年輕人 是想要看的 然後他也可以影響到說 原來這個社區 是有這些文化資產 界面的東西在這邊 然後 後來也會影響到說 大家找到一個方式去 跟市政府講說 我們就不要再遊覽車 所以現在 其實已經有改變 說現在市政府也在那邊 建了一個旅運轉運站 就是以後大客車 就不能再進去 哈馬興到汽紫灣那邊 就是要停在那邊 然後接駁 不管是用小巴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 接駁進去這樣 我覺得這個也是從文化交通 整個產業 然後包括住民的生活 包括文資面去做一個 比較徹底的改變這樣 這其實是一種在地居民如何回應 城市發展的一種型態 透過一開始可能是一種討厭 但是慢慢的去找到一種共存的方式 甚至在某個的意義上面 是在地居民是主導了這個城市 或是這個區域 它如何去發展觀光 而不是它只是純粹的 當作一個路過的一個在一個點 不過對很多人來講 它恐怕沒有那麼好運 就是例如說 可能包括果菜市場 或者包括像大溝鼎 或者是包括像這個 拉瓦克部落 那在整個城市的發展當中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是 工業化的遺跡 或者是這種工業化裡面的受害者 例如說大林埔 大林埔其實我們看到 它整個要把整個高雄的工業區 集中在某個地方 可是其實在其他的地方 市場變成是一個觀光休閒 或是它就是一個商業城市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種 所謂的城市的發展 或者是這種城市區域裡面的這種分布呢 其實剛剛主持人提到這幾個議題 我覺得最大問題是在於說 高雄市 或者是說其實整個台灣都一樣 就是它缺少一個很上位的計畫 譬如說講一個大林埔 講一個國代市場講 你單講每一個事情 它一定有它的理由 譬如說它是為了 為了這邊可能要變更土地發展 為了治水 為了其他地方 可是我意思是說 你當你現在這個議題討論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其實它討論不出什麼結果 因為那個議題是一個政治靈魂的局面 那我意思是說 其實解決的 知道也是一個 我覺得真正通盤的問題 在於說 因為我們台灣獨讀計畫 從中央到地方 其實很久都沒有去做檢討或是地方 那我意思是說 好 譬如說我們整個高雄市的區域的計畫 我們產業 我們觀光 我們交通等等 它有一個很核心的思考 然後每一個行政區 有每一個行政區 肩負的任務跟核心思考之後 這樣你才會很清楚說 好 我現在這個議題 它可能 譬如說我也不可能說 百分之百的去保留當地的 可是至少我知道怎麼去全門 譬如說 好 因為我們這個共同的目標是什麼 所以我在這個目標之下 我這個議題 譬如說 我可以保留百分之八十 我可能還是得欣賞百分之二十 為了某一個機會 可是 我們因為有一個共同運行 可是我講這個意思 你會發現說 每一個議題下去看 其實 真正他們要拆遷 或是要破遷的背後 其實他的那個議題是 真正的 就是他的核心的願景是沒有的 或者是說 他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旁邊周邊土地 第一的問題 他沒有說 因為我們做這個 譬如說是整個石化產業 考慮之下 我們得把某一些 石化產業 重新排列組合聚集到這邊 所以他得要簽村或是幹嘛 然後簽村裡面 是不是可以保留某一些以前的 漁村或是工業的地景 類似像這樣實法 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變成說他就是 好我就是要財 我就是要簽 然後可能等到下一次 換一個首長 換一個市長之後 他又可能會換一個政策 所以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這幾年一直冒出來 就這樣 因為其實過去 大家對於這邊覺得 好像也很依賴那些 像我剛剛講的工業的 對 可是當大家 現在慢慢也有意識到說 不想要這些產業的時候 一直急著想要找出路 可是就是沒有一個方向 所以問題就會 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一直進來會冒出來 因為當沒有方向的時候 其實最容易賺到錢的 還是跟房地產相關的 直接利益這樣 所以變成說 只要哪邊土地有限制 他馬上開發的力量就過去了 對 所以高雄這三四年來 這個問題特別嚴重 你的意思是說 包括高雄市政府在內 其實是沒有一個很長的 一種城市發展的願景 或是一個整體城市的 發展的願景嗎 我想如果這樣一句話 讓陳菊市長聽到 或許他不是這麼認為的 其實我相信市政府一定 其實市政府他們研卡會 都會做一個重長期的規劃 可是到底有沒有照那個規劃走 我敢說可能也沒有完全 對 然後再來是另外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 因為台灣大概 誰也不敢講 他大部分思考的就是四年 對 有哪一個人說我現在選上 我一定會做到八年 其實沒有人敢講 所以通常他能夠做的計畫 大概就是了不起就是四年 可是其實更短他大概兩年 因為他第一年準備 最後一年要驗收到投票 所以大概都是一兩年為期 所以我意思說 一兩年為期的這種計畫 通常很難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比如說像以我們 剛剛我講的哈馬仙來講 其實我們之前發生這個議題的時候 他就是同樣的問題 比如說 其實那裡已經確定有一個捷運站 對 然後也確定有一個輕軌站 可是他又在對面蓋了一個 他為了開這個老街 是為了蓋停車場 嗯 那我這個問題就是可以說明 我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整體的交通 或是說包括你對於觀光客進到 哈馬仙之後怎麼接到西子灣 那邊有一個通盤思考的話 其實你不會在那邊放一個停車場 因為你這樣不是又間接鼓勵大家開車 甚至在那邊交通打結 所以我意思說 像這樣的例子其實不是很美 我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有整個這邊的 譬如說好 哈馬仙現在這個土地 不太可能有新的量體再進去了 它最好的方式就是 維持現在的道路 然後量體 可是它可以用文化公關的角度去 那整個 從這個下來 公關局 交通物局 或是文化局 它一定有它的事情 每一個人接著它的 找的任務要做 可是我剛剛講的事情 就完全沒有辦法 反而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居民的力量出來之後 現在剛好是在2017年 他們申請了一個 國際生態交通檢驗 要放在哈馬仙 對 可是其實是已經前面居民 大家都已經 已經有共識了 他們才要做這個事情 對 會不會是有某種的價值的趨向 我的意思是說 他今天可能沒有想到 我今天做這樣一個城市發展 它背後的價值是什麼 那或者是唯一的價值就是 我可以吸引大家的觀光客 我可以蓋到漂亮的建築 有漂亮的艦艇 然後可以有很多人來參觀 可是這個觀光這件事情 背後的價值 跟整個城市發展的背後價值 它並沒有做一個很好的連結 或者是這個價值其實並不是 另外一個協調 恐怕是每個部門之間的協調性 是有一些問題的 對 其實因為老實說 因為公部門的部分 那個可能我們力量也很難提 可是因為今天 剛剛還有主持人前面錄的問題 其實我們一直要努力的就是說 因為我講一個比例 因為高雄 其實你看從他工業想要轉到 不知道去哪裡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間很短 他很像是我們一個人 人稱那個青少年時期 大概十幾歲 他覺得說他穿上西裝 或是像他穿上套裝 就是一個登大人 就是登大人 可是他的內在也沒有 所以我們一直想要去 對話我想要創造就是說 其實這個也沒關係 比如說包括從剛剛講的 謝市長那個城市美學 就是有點像是 穿上西裝的時候 你藉由穿上西裝 好像登大人 可是你同時間 我覺得內在也要去做直辯 那直辯就是很多公民對話的機會 就像我剛剛講的案例 就是說 每一個議題 他不是說一定堅持要怎麼樣 而是他其實缺少了那種過程 他就決定說 我就是要全拆 我要怎麼樣 其實那個都是一個很可惜的機會 因為你一次一次累積下來 其實你如果每一次都有 做到那個公民對話的機會 然後我覺得裡面大家 登大人 就真的會轉過去 因為我們慢慢的 透過這些個別的辯證 就知道我們要往哪裡去 然後我覺得你穿那個西裝 才會襯得起來 不然現在就是只有那個 他還是一直在穿西裝 你看他蓋海營中心 對 他還是一直在這種思維 然後輕軌在那邊跑 可是上面貼滿了廣告 他也沒有交通的運輸的考量 所以 其實我們希望爭取說 這個裡面的轉變 這個裡面的轉變 不見得說 你今天這個氣質 或者是你夠不夠格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它裡面到底那個論辯 討論它是不是夠充分 事實上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東西的話 在我們幾次的訪談會發現 很多的居民 特別是要被拆見的居民 要說市長都沒來給我看過 然後這個 可以辦一個公廳 或是沒人 可以做一些溝通討論會 也很少 這會不會是一個 另外一個更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一個民主制度 民主社會裡面 建設當然是必須 或者是重要 可是 如何把地區居民的意見 共同納入 也是一個必要的思考 對 因為當然很多 現在行政部 很不願意做這個事 因為他們覺得 成本 對 應該是成本 有時候的確譬如說 居民提出來的可能 不是那麼的 一定的意見 可是我覺得這個都是必要的過程 因為 譬如說可能 這一次兩次 大家 你聽到收到意見會很誇張 可是我覺得 你經過這樣的過程 慢慢居民 它才會去成長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說 其實 我們的城市內在它才會成長 然後你成長 你吸引到來的人 你才會跟你是相同意的 因為 你就是只有船上席裝 吸引到來的人 就是看你表面 就像人一樣 當你成熟到一個程度 你吸引到的 同職相近的人 就會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 這樣子會成長得更快 當你又不願意去面對的時候 就大家就是放棄那個機會 就是會停留在那個 有點政治靈活的階段 我們當然相信 執政者會希望這個城市 可以快速的改變 但是其實有時候 城市的發展它必須是慢的 而這個慢其實必須有更多的 這種所謂的民主的過程 溝通的過程 甚至更重要的是 怎麼樣讓所謂的市民 跟公眾參與到整個的 這種所謂的討論裡面 那在這裡面其實可以看到 在城市的發展當中 這幾集我們討論下來 仍然有許許多多 我們必須要重新去思考 跟調整 高雄的進步 我們當然是期待 可是在這個進步的過程當中 它只是一個穿著西裝的燈大廊嗎 還是在這個裡面有更大的內在 而這個內在是不是一種公眾參與 以及民主化的過程 我想是一個更重要的一個地方 非常謝謝伊林來接受訪問 我們下次有機會 再來跟你做更多的討論 謝謝 我們下禮拜公眾再會 拜拜 訂閱 走 留言 按照他們 gosto 分享 コ anchor 到大壇 禮拜公眾 我們下禮拜公眾 是相較為 讓我們下禮拜公眾 嗯 按照 給大家聽 使善 再去 是你自己的心